全油管最快新闻,根据宾利汽车中国内地及香港、澳门执行总经理埃瑞科的透露,在2023年广州车展期间,宾利汽车中国客户的平均年龄已经低于40岁,比全球其他市场年轻了至少10岁。 埃瑞科表示,这个趋势在中国市场更为明显,得益于中国数字化进程的飞速发展。 宾利汽车的客户结构也有所变化,除了社会名流和明星之外,越来越多的年轻创业者成为其客户。 而中国市场的女性车主比例不断上升,近30%的车主为女性,他们最喜欢的车型是天悦SUV。 尽管中国市场销量有所下滑,但宾利仍在持续发展并对中国超豪华汽车市场表示乐观。 在未来,宾利还计划推出插电混动版和纯电动车型,同时加强车辆的智能化升级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市。 总是越来越多。 总是越来越来越多。 和一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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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和地下谷向的币发展。 感谢观看